大家好我是小影 今天我們用雞蛋和豆腐來做個好吃的 首先準備一塊嫩豆腐 然後加一小勺鹽 再倒入開水 沒過豆腐 浸泡10分鐘 去除豆腥味 接下來準備幾根香蔥 把蔥白和蔥綠分開切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把蔥葉也切成蔥花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3個小米薑 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再準備4瓣大蒜 先切成蒜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 這時候我們的豆腐也已經泡好啦 把它取出來 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 像這樣就可以啦 先放一盤備用 再準備3個雞蛋 然後準備一個小碗 把雞蛋打入碗中 然後用筷子把雞蛋攪散 攪拌均勻 攪勻之後再準備一個盤子 倒入一半的雞蛋液 然後把豆腐一塊一塊放進來 把它擺成一個圓形 像這樣就可以啦 再把剩下的雞蛋液也倒進來 然後把多餘的雞蛋液 再倒回小碗裡 然後把鍋燒熱 加入少許油 油熱之後慢慢倒入豆腐 然後把剩下的雞蛋液 淋在豆腐上面 這個時候先不要動它 中火 煎兩分鐘 這樣做的蛋包豆腐更加的完整 然後轉中小火 給它滑動一下 千萬不要翻動 這個時候我們轉小火 把中間剩餘的雞蛋液 把它淋到旁邊 煎至雞蛋液凝固 然後利用一個盤子 給它翻個面 然後再把雞蛋豆腐倒回鍋裡 然後繼續中小火 煎至兩面金黃 像這樣就可以啦 然後把它盛出來 裝入盤中備用 然後鍋中加入少許油 油熱之後 倒入蒜末小米椒和蔥花 炒出香味 炒至蒜末微微花環 接下來加入一勺生抽 放炒均勻 然後加入一小碗清水 再來調味 一勺鹽 一勺白糖 一勺雞精 再加一勺蠔油 然後攪拌均勻把它燒開 燒開之後 再把雞蛋豆腐加進來 然後蓋上蓋子 小火燜煮兩分鐘 現在時間到了 我們打開看看 哇 好香啊 然後開大火 收一下湯汁 湯汁收得差不多了 再把蔥花夾進來 哇真的是太香了 好啦香噴噴的蛋包豆腐就做好啦 可以出鍋啦 再把它裝入大一點的盤中 這樣做出來的蛋包豆腐非常的入味 它的口感 外酥里嫩 有一點點微辣 咬上一口還爆汁 真的是非常的開胃又下飯 它的顏色和外形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 好吃又好看 家裡來客人的時候坐上這麼一旁 比大魚大肉還要受歡迎 如果你也喜歡 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 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